三千五千的都有 最高一次多少 最高一次八千 这名女子是名为婷婷的大学生 她通过自己的身材长相 成功进入外围圈 并开始给别人介绍色情交易 既然已经选择了做这个 就多赚点钱 然后存下来 然后就是抽手不干了 而在这么容易得到金钱的生活中 婷婷却觉得生活的并不快乐 今天说好一起去玩 或者是一起去吃饭逛街 但是这个时候突然来电话 然后你就要 就是要为了赚钱就要出去 婷婷表示自己进入外围圈之后 不仅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 而自己的精神状态也是越来越差了 就觉得很恶心 然后又特别空虚 就是跟正常的那种生活就有点脱轨了 由于从事的是违法活动 这些女人面对客人的不讲理的侵害 大多也只能忍气吞声 听他们说有的抢劫 抢劫的打人的都有 有的还有给女孩好像吸毒是吧 打什么的 有着大好虔诚的这些女大学生们 为了得到金钱和物质的满足 最终迷失了自我 也会得到法律的制裁 而所谓的客户 挥霍着大笔的金钱去循环买效 还毁掉了一大批女大学生 也暴露出了他们的空虚和堕落 这些女孩还没有 对吗 这些女孩最终迟的 给女孩也没看到 这些女孩也没看过 这些女孩还没有 这些女孩还没有 帅人的帅人 再发动了一大批女孩